大家好,我是美亦,我现在在青买,这是一家占,占地有14400平方米的蕨类植物园,那我现在呢在这里跟大家拍一个视频来讲一下今年2021年泰国的移民现状,这是一个有民宿有那个咖啡馆的一个,应该叫蕨类植物生活空间吧,但是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所以没有游客,所以我就有非常充裕的时间, 来做视频,看看靠做自媒体能不能,对吧,染活自己,反正靠植物应该是不大型了,那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移民,如果你的定义是换护照,那泰国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,很方便移民的国家就是你能够甚至买个房子,例如土耳其,或者是说你投资移民啊什么的,就买个护照就可以移民的国家,类似于那个加勒比海那些国家是, 这样的国家,那泰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,但如果你把移民定义为生活的话,那泰国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移民的国家,因为你经常会看到那些欧美国家的人生活在这里,哪怕像去年整个疫情期间,我走遍了整个泰国都能够在很多, 山沟沟里啊,那种地方看到在那里生活的那种欧美老外,就头发也花白了,一看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老年人。 因为泰国,为什么他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呢,是因为泰国是一个,让大家能够,就是他的,他有个政策叫做养老签证,50岁以上呢,每个人都可以申请,但是首先是你要有那个几十万泰铢的那个存款,或者是说你每年呢,每个月有净帐,有几万泰铢,大概, 之前我视频里已经讲过,现在的数我忘记了,笔记应该是讲六七万泰铢吧,泰铢的那个进账,就养老金嘛,你就可以那个在泰国,以50岁以上的养老身份,养老签证的身份,在这里长期生活了。 那今年的那个2021年的泰国移民现状是什么呢,首先,如果你是养老签证的话,是进不来泰国的。 那那的确也是有这个问题,老年人嘛,身体也不是很好,就从那个跟别的年龄段来比呢,的确是身体也不是很好,所以他养老签证是进不来的。 但是其他的签证,旅游签证也进不来,但是其他签证你都是可以进来的,例如经营签证,甚至你可以在国内办好经营签证,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,你就可以入境泰国,但现在还是需要隔离的。 不过如果你打好疫苗,或者是有那个,其次还要有核酸检测的话,那个现在泰国最新的政策是4月1号开始哈,就是从隔离14天变成了隔离10天。 但如果你是在比较,就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,类似于一些有变异的疫情的国家的话,你还是只要隔离14天。 但是像从中国过来的话,只要隔离10天了。 现在经营签证还是可以进来的,那经营签证的话,它就有比较高的门槛限制了。 例如,首先要办这个签证真的还蛮久的,申请的话要申请一个月, 然后申请一个月还是申请,就是你把这东西提交上去,它要回东西给你的话,起码要一个月。 那现在,而且这个移民呢,那个经营签证的移民是比去年还要贵了。 像去年的话,5年只要50万泰铢,那今年的话已经变成60万泰铢,就是10多万人民币了。 去年50万泰铢也是10多万人民币,就你现在可以,像前几天的汇率大概是4.7吧。 那最近这一年大波动大概就是4.4到4.7,对,还没有,不会到5,就这个期间不停的波动。 大概也有了这个水平嘛。 你给大家可以趁这个在比较汇率好的情况下,能够换一些泰铢。 那至于换泰铢的话就,我这里这个视频我就不说,之前我有讲过, 你可以找一些那些做那个外贸啊,做什么的,进出口的人。 他们经常就是两头换,就是你换泰铢也好,换人民币啊,他们都是有的。 大概前几天就是4.7的状态。 那5年签证是60万泰铢,10年签证呢是80万泰铢,20年签证就是100万泰铢。 那还有一些签证也是可以进来的,就是孩子读书签证, 然后你家长以陪读签证的形式也是可以进来的。 这就是泰国2021年的移民生活的现状,你想要进来是可以进来的, 只是不能以旅游签证的形式进来。 那有的人说,那你进来还要隔离啊,对啊。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要隔离的,只有少部分的国家是不隔离的。 那我跟大家讲讲,有哪些国家是不用隔离的,像迪拜,塞普罗斯,塞尔维亚说错了,塞尔维亚, 就很多国家是不需要隔离,你就可以过去的, 而且还有像土耳其什么的,用中国的护照是很容易过去的。 蛮多人跟我说,哎呀好羡慕你啊,你能够长期生活在国外, 怕在疫情期间我都生活在国外,那是因为我有这个意识, 我本来就是不想被束缚住嘛,当然了,现在是在被泰国束缚住,但也OK了, 我现在在蕨类植物天堂,也是一种体验,像现在是每天早上会看看蕨类啊, 了解一下蕨类的知识,我真的前几天还跟人家说,我大概穷尽我全一生了, 我起码得活到像夏娃亚当那种年纪,大概900岁才能把整个蕨类给搞懂,太难了, 就很多species的,要一点点研究,他们是怎么长的, 我就一点点看嘛,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大概大半年了吧, 就一点点看,一点点学,然后打算,我明天打算, 问泰国人借一个单反,开始天天背着相机拍, 其实绝泪,因为我现在都是用手机拍的嘛, 对,你当你拍多了,你就会对手机的那些, 对吧,限制产生的一些,对吧,纠结,不要纠结, 就是想要更拍的更好一点,就毕竟手机的拍摄, 对微剧也好,或者是对那个,怎么细节处理的话, 还是不如单反的,我打算明天开始用单反来拍相机, 我会发现一个,崭新的那个植物摄影博主要上线了, 好期视频,不愿意工人费整理欧阅卖逐渐指令我们的, 适合我们的这个理讯人物摄影卖逐渐代表现一段时间, 是的,很快点看,然后只能这样做好, 不愿意优务人物摄影卖部分划逐渐理的你平时, 那么大了一下,这没有ORDIN, 对明天的给我们阻erc认了, 是否划逐渐逐渐渐渐渐渐的, 我们都底下了一段时间,